台中身嫁胡逸的赖姓高中生离奇命案引发了社会关注 而曾经向赖家租车位十年以上的广告导演 也揭露了和这家人私下相处的状况 他认为赖姓阿公脾气暴躁 高中生则是品性单纯的孩子 但是也没有傻到别人揪他同婚就去 而且强调了赖妈妈也不是外界认为的坏人 他们就是活得很低端啊 你看不出来他是有钱人 导演梅凯妍揭露赖家三口私下为人 印象中赖姓阿公总是穿着破汗衫 脾气暴躁惹毛不少租客 而导演也猜测 更何况是帮忙处理土地的下信代书 不可能直接没有摩擦 古代的那种有钱人 对于那种小农就是那种不屑 你不爽不要租啊 没错 位在大连西路上 这块价值至少一亿的空地 就是赖家的停车场 月租收两千 导演一租就是十年以上 因为赖姓阿公只接受现金付费 他常常去赖家 也跟赖姓高中生有接触 小赖会帮我开门 但是他不收 所以小赖就是我口中的 就傻傻的孩子 自杀这件事情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导演直言 高中生寒直单纯 但也不是想到别人要他同婚 就会点头同意 而赖妈妈也绝非是外界形容的坏人 他们没有那个脑袋啦 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我相信后面在弄事的 就是已经是过事的老赖先生 整起命案检警侦办进度 还在厘清真相 随着跟赖家接触过的人事物 逐渐搬上台面 外界也是希望能够协助检方 解开命案谜团 这潘姓王英璋台主报的